电视小组在现场来回踩阵 不管是旁边临停的车子 还是一旁草丛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鸡 踢房外的一出死巷 警方拉起封锁线 因为这里发生泄斗 还出了人命 主贤当时坐在这张椅子上 等被害人靠近时 埋伏在旁的其他共犯 跳出来攻击 事情就发生在5号凌晨 北市万板桥下 主贤就坐在椅子上 等对方前来 灵性男子和他女友 也分别叫了5名朋友来帮忙 不料却中了对方的计谋 20多名二煞埋伏在草丛里 冲出来砍人 完全来不及闪躲的灵性男子 心脏及腹部分别中刀 经送医抢救后仍然伤重不治 死者的友人相当低调 但整起命案疑点重重 刀现场就位在万板桥底下的 题外道路 但是受伤了灵性男子第一时间 他的朋友却没有将他送到车去 约7分钟左右的和平医院 反倒是舍近求远 整个过程没报案没报警 最后还是医院通报才曝光案件 在场的6人也拒绝跟警方 透露任何讯息 连嫌犯是谁 有多少人都还无法锁定 不祥的嫌犯持刀刺伤灵男 致灵男身上受有多处刀伤 初步怀疑是纠纷寻仇所致 家属从太平间走出来 表情相当沉重 到底是什么样的纠纷 需要治人于死 现在就只能等动手的凶贤道案 说出真相 记者姚家庭 陈婷如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